千年榕树,古街,岩浆的吊教楼,白抹江,满山的主海,千百年来共同培育了平乐古镇人田园诗歌般的山水情怀,涵养着古镇的天然清新的乡土文化。 平乐古镇,古称平洛,距今两千多年的历史,国家4A级景点,它位于成都琼莱市新兴街139号,成都自驾一个多小时,或者从成都出发,乘高铁到琼莱转公交即可到达景点。 进入景区,天府雅极,戏台上正在筹备一场演出,又见到一群很吸引眼球的汉服美女,缓缓地从我眼前飘过。 热山桥,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石广桥,至今已经有近160年的历史了。 来了古镇,一定要体验吊桥,人多的时候行走在上面,晃动起来的感觉,可以挑战一下你自己的胆量。 平乐古镇,以古荣树为荣,一共13颗,最大的一颗1500年的历史,宛如一把巨大的山为路人遮住了秋天的日晒,荣树下的许愿牌和佛碑寄托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江边可乘坐特色的祖船,由白抹江,观两岸的古色古香的景色,也可临江而坐,喝茶,吹吹江风,放慢脚步,体验古镇的慢生活。 古镇上的民宿随处可见,100元左右的价格,非常亲民,也可以到江边选择亲子特色的民宿入住。 平乐古镇一定要尝尝它的特色美食奶汤面,它是由猪磅骨,土鸡,猪脚熬制而成的,汤味如牛奶般,味道很鲜美。 夜晚,五彩缤纷的灯光秀把乐善桥装饰得艳丽无比,与白天的古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让古镇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。 关注我为您分享更多长度的精彩。